水便血之災 出埃及基七章十四至二十五字 要不話對摩西說 法老心裡固執 不肯用百姓去 明日早晨他出來往水邊去 你要往河邊迎接他 手裡要拿著哪邊個蛇的象 對他說 要不話希伯來人的神打法 我來見你說 用我的百姓去 好在曠野侍奉我 到如今你還事不停 要不話這樣說 我要用我手裡的象擊打河中的水 水便變作血 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華 河裡的魚必死 河也要腥臭 埃及人就要厭護吃者河裡的水 又或話曉如摩西說 你對阿倫說 把你的象身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 就是在他們的江、河、池、唐以上 叫水都變作血 在埃及遍地 無論在木氣中、石氣中 都必有血 摩西阿倫就朝耶和華所吩咐的行 阿倫在法老和神博眼前 舉象擊打河裡的水 河裡的水都變作血了 河裡的魚死了 何也腥臭了 埃及人就不能吃者河裡的水 埃及遍地都有了血 埃及行法術的 也用邪術照樣而行 法老心裡幹硬 不肯聽摩西阿倫 正如耶和華所說的 法老轉身進攻 也不把這事放在心上 埃及人都在河的兩邊滑地 要得水渴 因爲他們不能喝者河裡的水 也會話擊打河以後滿了七天 經文讀筆 歌曲